中国湖北省过一日再确诊多1032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例 其中武汉新增加356宗 令到中国的病例总数增加到7711宗 累计死亡人数增加到170人 目前中国全国仍然有超过9200宗疑似的个案 香港就有10宗确诊 澳门有7宗 台湾也有8宗 其他国家一共有74宗确诊 中东亚联邮和北欧芬兰也出现第一宗病例 多个国家也陆足从武汉撤桥 其中日本派往武汉的包机回到东京机场 机场有4个人发烧要接受进一步检查 五线余波罗 芬兰今天证实出现手中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 患者是一个32岁中国旅游客 5日前离开武汉到达芬兰北部 拉普兰折后不息送院 并且检验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目前情况稳定 当局评估之后认为疫情在芬兰扩散的机会十分小 正是追踪和观察十几个有可能受感染的人士 中东亦首次出现病例 4个中国游客在阿联游确诊感染 他们来自同一家庭 包括一对夫妇9岁女儿和她的外婆 当局没有提及他们来自中国哪里或者乘坐哪个航班 即是表示他们情况稳定正接受医学观察 当局正追踪接触者强调会密切监测情况 确保国民健康 柬埔寨也有首宗确诊个案 患者是一个60岁武汉男子正接受隔离治疗 而他的家人正接受观察 德国南部巴弗里亚州有再多3宗本土感染病例 一共有4宗确诊 法国就有第5宗确诊 是早前确诊长者的女儿 法国当局的发言人透露 女患者年约30岁情况转为严重 需要配戴氧气罩和她爸爸一样正在深切治疗部接受治疗 而法国派出的飞机就已经抵达武汉 接载超过200个滞留在当地的法国公民离开 而接载200多个日本公民包机 星期三早上就飞抵东京羽田机场 随行的医护人员为他们检查 发现其中4个人有发烧和咳嗽等症状 转送至指定的医院详细检查 其他人仍要先到医院接受检查 多个也陆续订出撤桥的安排 南韩星期四和五会派包机接走滞留武汉的公民回国 并转送至偏远的地区隔离 欧盟也计划派出两架包机接走公民 澳洲计划安排滞留当地的公民 转至海外领地圣诞岛隔离 引刑新型肺炎疫情 商务部长罗斯取消原定这星期的访华行程 华府宣布扩大致在20个机场 西查入境旅客 但否认考虑暂停全部来往中国和美国航班 最新消息指受疫情影响乘客量下跌 AA美航今天向媒体透露 将会由2月9日至3月27日期间 暂停洛杉矶来往北京和上海航班 如联合航空取消了24班 美国来往香港、北京、上海航班 联航表示会密切监测情况有必要就调整航班 另外英国航空也已暂停所有往来中国的直航班机 而印尼斯址航空也从2月起暂停往来中国的航班 互联网龙头Google也因应武汉肺炎的疫情 会暂时关闭在中国、香港和台湾的所有办公室 26台记者吴线余报道 自立.KTSF.com参加 - 参加- 收睇- - 收睇- 谢谢大家